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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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没有额外补贴 没有在路路交通局下注册的交通工具 当然也就没有补贴了 这可能是你的车子或摩托引擎排量超过限制的1600cc或150cc 如果遇到这个状况就是超过了两辆车子及两辆摩托的数量 所以无法获得津贴 符合资格的BSCH受惠者 查询结果后别忘了点击Kermaskini更新银行户头资料 不符合资格者也可以依据指示上提出上诉 不过说了那么多 12令吉或30令吉的补贴数额真的够吗 政府说根据汽车及摩托使用者月均行驶1500公里 作为计算衡量 这项计划为人民提供每公升30件的汽油津贴 马上来算一算这个计算法是否合理 以一辆Myvi来粗略计算 如果平均每个星期添满一缸36公升的汽油 四个星期就会消耗144公升 乘以30仙的话是43令吉20仙 和政府所提供的30令吉不算有太大差距 若以一辆ES5区略计算 每个星期添满两次5公升汽油 四个星期就消耗40公升 跟政府所提供的12令吉补贴相同 总的来说 虽然政府补贴了汽油 但也让汽油价格自由浮动 人民最担心的莫过于无粮商家 只会涨不会降 到时候可能又是另一轮的百物账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